大家好,我是阿豪 去虾线时不要再用牙签了 一挑就断,清理不彻底 水厂店的老板教了我一招 非常的简单实用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有很多朋友买回来的虾 都会看到虾头黄黄的 在处理虾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虾黄还是虾死 我们都知道虾头不易吃 虾线应剔除 虾头是胃肝集中分布区 也是重金属的聚集地 而虾背上这条黑黑的线 是虾的肠道 是细菌污秽的聚集地 所以想要健康吃虾 这几步可不要错过了 将先虾我们一手拿住虾头 一手拿住虾身 我们先将虾头上的硬壳取下来 这个硬壳上带有虾的道次 大家看一下 非常尖而且特别的硬 不小心被戳到的时候很痛 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 就很不安全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去掉 接下来我们捏住虾头 从下往下轻轻挤压 虾头部分就会挤出一团完整的黄色物 这便是虾的内僵部分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虾包 是非常脏的 而这块虾包连接的虾线 接下来我们轻轻地拽出虾线 这样一条完整的虾线就被取出来了 特别的简单 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把虾线坠张的部分移阴弃除 但是只是这样处理还不行 我们需要把虾线的前两段虾壳包下来 剩下的几段 一手捏住虾尾 一手捏住虾身 虾尾的使劲 一边拉扯 一边扭动 很轻松的也取下来了 现在我们再来把虾须用剪汁剪掉 跟着就是前面的虾竹 因为虾竹部分结构复杂 不宜清洗干净 所以也要一并地清理掉 这样一只虾就被处理得非常的干净简洁了 现在就可以很放心地给孩子食用了 大家会看到虾脑袋上黄黄的东西 其实是虾黄 虾黄是可以吃的 是虾的卵巢 就像蟹黄一样特别香 而且营养成分还特别的高 现在我们完整地给大家展示一遍 大家仔细看哦 先对着虾身 取出虾道次 再挤出虾包 抽出虾线 去掉虾壳 剪掉虾须和虾竹 再挤出虾 这样一条纱就完整的处理好了 简单又快速 当然有很多人也会有疑问 在虾的腹部也有一条线 不是虾长吗 怎么不去除呢 其实虾腹部的黑线是虾筋 是虾的腹部动脉 以及与之相连的运动神经链 虾之所以能够弯曲身体 并具有弹跳能力 就是依靠腹部的这条黑线 所以我们烹饪时 是不需要将其去除的 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法 一手拿住虾 用剪刀沿着背部剪下去 用手掰开就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纱线了 我们只需要用手拉扯出这条纱线就可以了 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 取出来的纱线也特别的完整 为了沙身更加简洁大方一点 我们再来把虾的胡须与虾竹剪掉 接着剪掉虾的稻刺 在虾的稻刺下面就是虾味 也就是刚才说的虾包 它是连接虾线的 现在我们用剪汁挑出来就可以 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但是结果都一样 特别的干净简洁 10分钟不到 一盘虾就被完整的处理完了 像第一种方法 就比较适合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年轻人 而且可以用来做白灼虾 油焖虾 香辣虾 椒盐虾 都非常的好吃 而第二种方法 就比较适合给年迈的老人 或者是小宝宝来吃 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可以用来水煮 炒虾仁 玉子虾仁都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就用第二种方法包出来的虾 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 我们先把虾放入大碗中 跟着倒入清水 我们先来把虾清洗干净 大家可以多换清水清洗几遍 直到水清测为止 然后把洗好的虾放入干净的大碗中 跟着炸入一小料酒 充分地搅拌均匀 先放下一旁腌制15分钟 然后我们准备一半大蒜 一块生姜 全部都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小段 葱白与葱叶分开切放 最好各自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锅中烧揉 揉热之后我们倒入切好的香料 炒出香味 喜欢吃辣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干辣椒 炒香之后我们倒入腌好的大虾 开大火翻炒两分钟 把大虾炒至变色 大虾微微变色时 加入一勺生抽 或者是蒸鱼齿油 跟着放入葱段 翻炒均匀 多余的调料就不用放了 这样可以保持虾的鲜味和甜味 炒翻至虾完全变色时 我们加入一点点食盐 放入葱叶段 翻炒均匀 使大虾入味 盐一定要在淋出锅的时候再加 如果加早了 那虾的蛋白质就会提前凝固 这样炒出来就会又老又柴 就不好吃 把虾翻炒入味就可以出锅了 哇 好香啊 这样做出来的虾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样一盘鲜香味美的爆炒大虾就做好了 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吃起来口感不会发财 还很Q弹 做法非常的简单 香辣开胃下酒又下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帮我点个小爱心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啦